M2的MacBook Pro以及Air的评测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不少了 我们来的是稍微晚了一些 但是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一些很有意义但没有人去做的测试 今天的视频可能会得罪一些厂商 但是我希望你能耐心地看下去 在这期视频里我们换个思路 性能我们先放一边 先来聊聊续航 毕竟买Mac的人有不少就是冲着长续航去的 M1的续航表现也确实是有口皆碑 比起性能 这类高端轻薄本的用户其实更关心的就是续航 这类笔记本一般用户都是有比较强的便携需求的人 要么经常当空中飞人到处出差 天天就是开会打字PPT 要么就是每天背着他们往返于办公室和家之间的程序员 前者做的工作一般是用不到多强的性能的 最多也就是Office三件套 浏览网页QQ微信邮箱这种真办公应用 他们一般也不会在网上讨论哪个笔记本性能更强 但他们却是这类笔记本的实际用户 后者在很多情况下 比如说有需要编译重活的话 他可能会用SSH直接连服务器完成 不过因为他们的移动需求一般是家和办公室之间 可能他们对续航来说就没有前者那么敏感了 问题是我们都知道 M1的本子续航强 但Windows PC和Mac之间因为显有方式直接去对比续航表现 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它实际有多强也没有概念 尤其是今年推出的6000系锐龙让我们都眼前一亮 跑PCMark10的续航测试可以轻轻松通跑了十几个小时 毕竟MacBook Air官网标注的上网续航也就15个小时 那这是不是又意味着Windows笔记本已经有在续航上 与M系列处理器的Mac一战的能力了呢? 但是不巧 Mac上并没有PCMark10 那我们总不能再套个虚拟机里面再去跑续航测试吧 那也太蠢了 但难道我们就像很多评测者那样去拿几台笔记本 然后放视频放到自动关机吗? 笔记本这又不是MP4 谁这么用啊? 而且本地视频播放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难反映日常情况下笔记本的续航能力的 有人会说了 那你们可以让这些电脑循环跑Cinebench R23 那这样大家的负载不就都接近了吗? 但实际上这样的测试更不能去反映笔记本的续航表现 你想象一下有这么一个人买了台笔记本回家 每天做的事情就是 插上充电器 充满 然后拔掉充电器 打开盖子开始渲染 然后风扇呼呼地转 里面就跟铁板烧一样 然后一直渲染到自动关机 再插上充电器 再循环一遍 这什么人啊? 多少是不是有点大病啊? 除了你想把电池弄坏 显然我实在是想不到谁会这么折磨自己花钱买的笔记本 所以这种测试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变量 但实际上其实毫无意义 顶多你能去测一下你的电池到底有多大 那为了能够真正模拟一下轻薄美用户的实际使用情况下的续航表现 我们决定自己做一个适用于笔记本的标准续航测试模型 那么第一件事首先要确定 我们的续航测试模型要模拟什么样的使用场景 在设计这个流程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方向是 在笔记本不插电的时候 我们一般怎么用 首先先排除打游戏 先不论轻薄本适不适合打游戏这件事 即使是游戏本 你拔了电源打游戏也会帧数暴跌 那么实际上大部分用户的使用场景 就是用Office三件套工作 再聊聊天 可能是工作也说不定是水群 然后再听听歌 看看B站视频摸摸鱼 也许看看直播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典型的负载 拿出来抽象成了一个续航测试模型 模型的具体介绍我稍后给你们讲 第二点 在这个续航模型背后 每一个子项的负载也并不是完全近似的 比如说你去看B站这种带弹幕的 在线视频的负载肯定就要比打字来的高一点 那我们要保证 即使是续航最差的笔记本电脑 也能跑完一轮完整的续航测试模型 但是应用又不能切换的过于频繁 否则的话就不太符合日常实际使用的场景了 所以我们把一轮测试的时长定在了一个小时 第三点 为了尽量贴近实际用户的使用场景 我们在Mac平台并没有选择苹果的Pages Keynote Numbers 这半工三件套 而是选择了更具代表性的 微软365三件套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Word PPT和Excel 因为播放软件也选择了相对比较大众的网云音乐 在线视频的规格则是开启大会员之后的4K视频 并且开启弹幕 最后为了让续航测试可以复线 而且尽量减少误差 我们使用Python制作了一个自动化运行续航测试模型的脚本 测试一开始 我们会首先打开网云音乐 然后开启随机播放 并且在后台自动播放 不过我们在这里把外放的音量开到0 只是让它作为一个CPU负载挂在后台 模拟日常办公听歌的情况 第二步登陆QQ并且也挂在后台 模拟日常办公时聊天软件的实际情况 接下来我们会分别使用Office三键套 Excel PPT 和Word 各时分钟 分别进行求和计算 换灯片放映 和打字三种工作 都使用脚本自动完成 然后我们会打开浏览器 一步一步打开京东淘宝新浪网易 搜狐IT之家TipQL NGA 游民星空3DM4399 和苹果MacBook Air的H5页面 并在百度搜索关键词 进行了一轮浏览之后 我们会打开我们一个4K的B站视频 登陆大会员账号 开启4K画质和弹幕播放10分钟 最后再进行10分钟的QQ水群聊天 整个测试过程全部自动进行 保证流程统一 期间我们保持同一个WiFi热线连接 屏幕亮度同一控制在160nit Windows笔记本电源选项选择均衡挡 Mac也选择标准的自动电源模式 并且从笔记本完全充满 切断电源测试到自动关机 整个过程全程一进到底录像记录 同时我们的自动化脚本也会在每个时间节点自动进行一次截图 留下每个时间点的电池电量百分比 可以看到UI是不是有作弊行为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目前设计的极客湾笔记本续航测试1.0了 后续我们笔记本续航测试除了PCMark10以外 也都会进行一轮这个标准下的测试 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测试流程共享给了笔拔评测试 那么接下来也会在他们的频道看到这个续航测试的结果 方便进行横向对比 那么在介绍完了续航测试的方法之后 接下来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用来对比的几台笔记本 首先是M2芯片的新款MacBook Pro和MacBook Air 然后是M1芯片的MacBook Pro和M1 Pro最低配的MacBook Pro 14寸 以及Windows阵营这边选择了英特尔和AMD平台各自阵营比较有代表性的高端轻薄本 那就是使用i7-1260P的戴尔XPS13 Plus 使用6800U的华硕0要差 电池容量和价格也已经出现在屏幕上了 不难看出M2的MacBook Air电池大小是今天参测笔记本里最小的 我当然希望它的续航别让我们失望 而华硕0要差用上了6800U 电池也是除了M1 Pro那种坦克型的14寸本以外最大的 PCMark10里甚至取得了13个小时20分钟的续航时间 我对它的续航表现可以说是充满了期待 至于说最后一名 我觉得你们可以直接在弹幕里猜一下 我觉得你只要猜了反正就能猜对嘛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们摆好 开始我们的续航测试吧 续航测试开始 6台机器线都在运行着我们的自动测试脚本 来看看是哪台小可爱前自动关机呢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已经三个半小时了 诶 XPS13 Plus先缴械投降了 这才3小时33分钟 说好的Evo笔记本的长续航呢 这个时间是不是短的有点离谱了 那现在几台Mac甚至电量都还在70%以上 6800U的零要差也还有着不少的电量 测试继续 看来下一台就是零要差了 那搭载了6000系锐龙的它能坚持多久呢 时间来到了5小时51分 终于搭载了6000系锐龙的零要差也坚持不住了 败下了阵来 这个时候几台Mac还有一半左右的电量 值得注意的是M1 Pro的14寸MacBook Pro 剩余电量明显要比其他几台Mac要少了 果不其然 时间刚过10个小时 14寸的MacBook Pro也结束了战斗 电池最大的它成为了这次续航时间最短的MacBook 与此同时 剩下几台Mac还在疯狂地进行Excel求和的操作 那下一台结束的会是哪台Mac呢? 会是M1的老款MacBook Pro呢? 还是电池比较小的新Air呢? 12小时07分 新款Air终于关机了 成为了本次测试的季军 接着12小时51分 M1的老Pro也在水群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只剩下了M2的新款MacBook Pro 最终M2的Pro13寸坚持了14小时41分 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 比起倒数第一名3小时33分的戴尔XPS 13 Plus 长出了10个多小时的续航 M2笔记本的续航是真可怕啊 整个续航测试做下来 最让我意外的并不是M2和M1的MacBook有多强 而是两台X86的电脑 尤其是我寄予厚望的 采用6800UO且电池相对比较大的华硕零耀X 为什么会和Mac差距这么大? 要知道我们之前测6000系的时候 发现单顿极限性能下的能耗比 其实6000系锐龙和M系列处理器的差距并没有如此之大 把这样的续航差距简单去归咎于X86和ARM之间的差别 更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 于是我决定 今天就尝试找出导致Windows轻薄本续航问题的原因 首先我们来想一下 在我们的续航测试场景当中 真正高负载的应用可谓是几乎没有 无论是上网、聊天、码字 这都不是什么高负载场景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 短时间突发性的低负载应用 可能会触发PBO或者锐屏 那我们先来做个实验 在R23当中 MacBook Pro M2的全核功耗是20W 0要差是25W 全核能耗比的差距似乎并不算大 但是跑单核分的时候 有序的事情就出现了 M2跑出了5.4W 而此时的0要差跑到了18.9W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两者的功耗差距达到了离谱的3倍以上 用HWinfo来看看这时候的状态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680U某一个核心会跑到4.5W左右 那这个时候的电压居然高达1.4V以上 没错 电压和频率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 AMD基金的PBO策略就造成了当单核负载比较重的时候 它会让某一个核心去疯狂boost 来获得优秀的单核性能 那从好的方面来说 这样确实是可以让系统响应速度变快的 但换个角度来说 这样做的代价就是离谱的单核功耗 那XPS这边呢? 英特尔就会好一点吗? 当然是不会 1260P在这样的负载下也跑到了16W 频率则是3.9GHz 那你可能会问了 这只是单核满载的情况 续航测试里也不会跑满单核吧? 嘿 问题就出在这了 我们来做一件事 刷新B站主页 你先猜猜XPS13 Plus在刷新B站主页的时候 会跑到CPU功耗多少瓦 哎 答案是会瞬间从3W左右的进气功耗跑到20W左右 而频率也会随之迅速起飞 也就是说 你打开一个标签页 然后你的电脑就觉得 哇 主人这个时候需要超级快的响应速度 冲冲冲 与此同时 疯狂超频 疯狂加压 然后随着你多打开几个网页再多打开几个应用 好了 风扇就忽忽转起来了 而与此同时 FM2 Mac这边不管你怎么刷新最高也就是在4W附近 大核频率不管你怎么刷新也只有1.7GHz 这种情况下的巨大差距一点点累积最终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台电脑的续航表现 那我知道又有杠筋同学要来问了 那你这要不是这样Bose的电脑响应不就变慢了吗? 那为了验证电脑是不是真的变慢了? 我们再来做个实验 因为零钥X是我借来的 它已经还回去了 所以我们就用我自己这台幻13来做这个实验 左边是关闭了PBO的情况 右边是开启了PBO的情况 那我们分别用它打开几个程序 你会发现的的确确打开PBO的情况下 会比关闭PBO的情况快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速度差异并不是质变 但注意看它们的电压差别 PBO的情况下 你甚至会见到1.4V以上的电压 那毕竟你要应付偶尔跑到4.4GHz的核心频率 但这个对于一颗移动处理器来说 的确有点太高了 而你在关闭PBO的情况下 电压最高也不会到1V 那这个所带来的功耗差距是很明显的 所以通过上面的测试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得出了Windows笔记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不够智能的BOSS机制 因为在不断的短时间BOSS的情况下 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提升系统的反应速度 但同时你也牺牲了日常使用下的续航表现 其实这件事情也很容易理解 AMD和Intel这几年进入了一个疯狂内卷的时代 单核跑分绝对不能难看 那怎么样去提升单核成绩最容易呢? 答案就是提升频率 在台式机上我非常欢迎这种方式 并且我们还会尽可能让它跑上高频 比如我自己用的12900K就超到了单核5.5的BOSS频率 我的5950X单核也会跑到5.05即可 首先台式机并没有续航焦虑 而且台式机散热片面积足够大 足够去应付这种突发负载的热量 而不需要风扇帮忙 但笔记本和台式机可不一样 除了让续航变差 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副作用就是会变热 变炒 这点其实比续航带来的体验还要直观 因为笔记本的散热规格有限 笔记本你想要去提升散热最直接的办法其实就一个嘛 就是让风扇转起来 把机子里的热量吹出去 因为机内体积有限 散热片你也没法做很大 即使是热管再多 你也只能让热量更快地从CPU表面传递到散热片上 但堆积到散热片上的热量 那就只能靠风才能吹走了 这就造成了这些Windows轻薄本 会在你感觉并没有干什么重火的时候 风扇呼呼响 里面发烫 这种在功耗墙内尽可能提升单核性能的思路 是不是就有一些问题了呢? 或者我把话再讲明白点 在这种BOSS的机制下 你无论怎么去降低CPU上线都没有用 因为你会发现这次的两位选手 单核负载下都没有突破他们自己的功耗墙 但是却比PBO关闭时高出了好几倍 所以结果就变成了 在飞机线负载下 哪怕你用XTO、Brotostop之类的软件去压低功耗墙 就算你压到了15W 你也解决不了日常使用下的续航和发热问题 反而会降低真正多核满载时的性能上限 除了BOSS的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外 AMD和英特尔平台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就是闲置状态下的核外部分功耗 我们把M2 MacBook Pro和XPS都放在桌面上 然后去开一个IT之家网站 啥也不干 尽量关闭后台程序 你会发现现在整个SoC的功耗 在1-5W之间 核心只占了其中的0.8W不到 剩下的功耗全是核外部分的小好 你要知道 这台电脑甚至已经砍到了只有两个C口 甚至连3.5mm接口都没有 也没有什么独立显卡之类的其他设备 在IO接口和PCIe设备更多的电脑上 这个问题只会更加显著 虽然来说这个功耗也就是1-5W之间 但不幸的是 这个功耗不管你负载有多低 都会在这里 并不会关闭 与此同时 M2在这种情况下的功耗就要低很多了 但M1 Pro这种相对大一些的处理器 一方面核外要多一些 一方面小核也要少一些 它的处理器会有不到1W 但是会稍高一点的功耗 这也造成了M1 Pro机型拥有更大的电池 但续航其实不如M1和M2的机型 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也并不是X86和ARM的问题 更多是核外部分设计的问题 以及在闲置时是否已经关闭了闲置单元的问题 那我们在之前1280P的视频里 测试了更多机型的核外功耗 AMD总体上来说 这代的情况会比英特尔这代要稍微好一点 但和M系列芯片比起来还是有不少的优化空间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这个视频看一下 那好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这次发现的影响 Windows阵影笔记本续航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第一 也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够智能的Turbo Boss的机制 在你并不需要很强性能的时候 消耗掉大量功耗 这直接导致了在日常应用下 最常见的短时突发低负载情况下 Windows笔记本的发热和续航问题 第二个问题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显著 就是在核外部分始终存在的本体功耗问题 这就直接导致了Windows阵影PC 目前在日常应用的持续低负载情况下的续航问题 这两个问题 一个拖累了短时突发的低负载 一个拖累了长时持续的低负载 共同就导致了今天续航测试中 Windows阵影笔记本的续航问题 不过你也很容易发现 这两个问题其实都和大家传闻中的X86和ARM的原因没有关系 我非常希望上游厂商能重视这样的问题 不要再在PPT里吊打M1了 好好优化一下这两个问题才能在PPT以外吊打M1 不要再用台式机的思路去调笔记本了 你去看看手机厂商是怎么做电电管理的 这一点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都远远做得比PC厂商到位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根源可能在于没有人站出来把这个问题摆在台前 这个也是我做这期视频的主要推动力 设计和完成这个测试并不轻松 而且可能我们会得罪不少厂商 如果你觉得有意义的话 不妨在这里给我来个数据三连呗 当然Windows阵营这边有没有做出积极尝试的厂商呢 其实也是有的 像荣耀的MagicOS on Windows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云飞在之前的测试里也聊过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手机厂商最在乎最擅长的事情 但传统PC厂商就可能会忽视这个问题 我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传统PC厂商看到问题所在 这样我们就算没白干 那么聊完了续航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M2的性能表现了 作为全新的一代M系列处理器 我们自然要从架构开始聊起 因为接下来 M2 Pro、M Max、M2 Ultra这些大哥也会脱胎于此 只要苹果还打算让M2出这些大哥 其实M2的架构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P和Avalanche E和Blizzard的架构直接来自于A15 先来看看Deshight 先来看看Deshight吧 如果你想仔细看M2Deshight的话 可以到我们淘宝极客湾的店 看看我现在穿的这件T恤 你不仅每天都可以看M2架构图 而且这个M2也不用发热 而且看架构的时候甚至都不需要显微镜啊 好 M2和M1的整体布局还是很相似的 注意看这个大核簇 你仔细看都会发现它的缓存设计有点意思 这个16M的二级缓存 其实并不是设计在一起的 而是有一个核心周围大一些 两个小一些 还有一个特别小 这个设计其实是为了保证 在单核负载应用下 那颗大核心的访问延迟最低 而在这总共16M的大核心共享二级缓存之外 小核心也关联了4M的二级缓存 而大小核心之间也同样可以跨区域去访问二级缓存 所以总共的二级缓存就来到了20M 除了缓存的改进 架构上其实也有一定的微调 之前我们在做A15视频的时候说过 新的大核心IPC提升非常小 但M2也是相同 首先要明确的是 M1和M2的微架构并不完全一样 但M2或者A15的微架构算是一个相对小改进的微架构 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跑了ROB乱续执行窗口的测试 可以看得到M1和A14的ROB大概在620-630左右 而M2和A15的ROB缩减到590-600左右 M1的上集里我讲过 ROB大小反映的是处理器的乱续程度 从性能上来看 M2和A15的架构并没有缩水 说明M1和A14的ROB设计可能是过剩的 所以进行了小幅度的修改 作为对比12代酷睿的Golden Cope大核是512条的ROB Zen3是256条 而ARM这边的Cortex-X2核心则只有288条 比起架构的小修小补 M2的主要提升还是在于频率上 大核心从原来的单核最高3.2 全核最高3.0 直接提升到了单核最高3.5 全核最高3.2 而小核心更是从2.05极核直接提升到了2.4极核 这里我还得说明一点 苹果和英卡尔的大小核设计比较类似 你可以看作是超大核加上低频大核的设计 和ARM那边的Big Little思路的整体思想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小核的提升可以显著地拉高M系列芯片的多核性能 这点待会我们去跑CPU测试的时候就能看到了 而GPU部分则是M2的主菜 A15和A14相比的GPU巨大提升我们已经见过了 M2自然又延续了A15的架构 规格也从8个GPU核心提升到了10个 频率也从1.28GHz提升到了1.4GHz 架构的具体升级我们GPU没办法测出来 不过就现阶段来说 这个GPU提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感知不强 原因太简单了 Mac上没有游戏可以玩嘛 有点可惜 另一个提升比较大的部分是内存 M1家族除了标准版的M1以外 大哥们都用上了LPDDR5 6400的内存 这次M2也不例外 同样升起到了128位的LPDDR5 6400内存 比起M1的LPDDR4X4266提升幅度不小 这个提升会对GPU有着不小的帮助 刚好这个内存规格也是隔壁的6000系锐龙的最高内存规格 哎呀 针锋相对了 至于其他比如ProRes编解码器 像NPU的提升 我相信看我们这节目的人也不关心 买轻薄本的人更是用不上 所以咱们也就不细说了 但总之加进来肯定是更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际看看它真正的性能表现了 首先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测试项目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事物 但是在我们频道里它是新面孔 就是SPAC 2017 不知道各位听说SPAC是熟悉还是陌生呢? SPAC其实是一个专门做测试工具的组织 我们今天用的SPAC CPU 2017 则是SPAC组织推出的CPU测试套件 它也是行业内应用最普遍的一套测试工具 后面我就简称它是SPAC 2017了 什么?最普遍应用的测试工具 那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其实这个行业内指的是CPU厂商、服务器厂商等等 它更多是一套面箱弊端的测试工具套装 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有点遥远了 SPAC 2017本质上是一套测试核集 也就是模拟很多应用产品厂的性能 再根据这些所有测试的性能表现 综合计算出一个性能成绩 它包括两个主要的部分 一个是INT整数 一个是FP浮点 分别对应着整数密集的应用和浮点密集的应用 而对于普通PC用户来说 INT成绩是更接近日常使用的 而科学计算的用户则可能更需要参考FP测试的成绩 那我们先来看看SPAC 2017都跑了些什么测试吧 在INT部分你会发现大部分测试都是基于C或者C++语言的 相应的应用领域包括编译器性能 计算机网络仿正模拟性能 网页转换性能 视频转码性能 人工智能性能 和数据加缩性能 而FE这边则有不少是基于Fortran语言的数值计算项目 除了我们都熟悉的3D渲染性能 光线追踪性能以外 还有包括天气预报 大气建模 分子动力学 流体力学 甚至是模拟宇宙等等各个领域的科学计算项目 而这两个部分的测试项目分别的综合成绩 又会分别综合成一个总的成绩 所以总分部分我们就取INTBASE和EPI BASE两个总分 它可以让你比较方便的参考这次的处理器 大体上单核性能在什么位置 另外 SPAC 2017测试并不像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大部分测试工具 你只要简单的按个按钮等成绩出来就可以了 SPAC的测试是需要手动去编译的 所以编译器的性能也会对性能产生影响 而且有的时候还不小 比如说英特尔处理器 如果你用ICC去编译 有的时候就会获得很大程度的针对性优化 但为了公平起见 这次参测的几款处理器 我们都使用了Linux环境下GCC10编译器进行测试 编译器旗标我已经写在屏幕上了 这个旗标下相当于我是不会对各个CPU架构之间进行针对性优化的 相对来说就比较公平 M系列的Mac我们使用Asahi Linux进行测试 而X86的PC我们使用Ubuntu的发行版进行测试 为了避免散热和内存容量造成的影响 我们就只测试单线程成绩 并且开启CPU默认的锐屏或PBO 简单介绍了一下SPAC 2017和我们的测试环境 接下来就是公布测试结果的时候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因为0要差能借用的时间比较有限 我们实在是来不及用它去做SPAC测试 你看这个视频已经做了这么久了 所以AMD这边我们就使用我自己的 搭载了6800HS的幻13进行测试 先来看看总分 不论是INT还是FPE M系列处理器的成绩都高出1260P和6800HS不少 在测试的过程中 1260P的单线程频率为3.9GHz 而6800HS则可以达到4.4GHz 而M2和M1则分别是3.5GHz和3.2GHz 从总分来看 INT测试成绩里 M2提升了16% FPE测试成绩里M2提升了9% 平均的提升幅度达到了12.4% 这个提升幅度是高于两者单核频率之间9.4%的提升幅度的 也就是说 M2的IPC的确比起M1有着很小幅度的提升 相应的 比起M1 Pro来说 M2的单线程性能也要更好 相较于X86阵营的两款产品来说 M系列处理器在频率和功耗都更低的情况下 性能还是要强于1260P和6800HS 不过在整数性能上优势更大一些 浮点性能上优势就会稍微小一些 而1260P在频率显著更低的同时 成绩也要高于任3加的6800HS IPC的优势可见一般 在具体的子项上 M2的成绩比起M1都有着稳步提升 不过很明显 整数部分的提升幅度要来得更大 和M1 Pro相比也同样有着近似的优势 不过在浮点测试里提升幅度就没有那么大了 相较于X86的两位选手 整体上M2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这么几项测试 整数部分的525X264视频编码测试里 和548D轨测试里面 M系列的处理器 比起X86的两位选手则是有着相当明显的优势 500、502和520这几个编译器和网络仿真相关的测试里 12代比起Zen3都有着不小的优势 不过还是没有能打败M2 浮点部分507爱因斯坦方程模拟里面 12代1260P一转颓势 大幅度超越了其他几名选手 看来12代酷睿真的很适合模拟黑洞 503的爆炸建模508的分子动力学和538的图像操作项目里 M2和M1则大幅领先于X86的两名选手 当然整体上来看M2保持领先的项目还是最多的 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个测试 前面我们为了公平对比 大家都是在Linux平台下用GCC跑的SPEC 2017测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Mac下 我们用苹果自己的CLAM编译器和Linux下的GCC编译器 跑出的结果又会有着怎样的差距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还没能在MacOS上成功运行基于Fortran语言的几个指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能顺利跑完的测试成绩吧 大部分项目里面MacOS和Linux下的成绩是近似的 但在比如520、523、507、510、526、538几个项目上面 MacOS加CLAM的成绩还是要比GCC好上不少的 整体上来说 M系列处理器哪怕是跑没有GPU等其他单元加速的应用程序 Mac的生态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性能优势 这点也还是符合预期的 而GPU的理论性能 我们则使用3DMark via Live Extreme进行简单的测试 我们在之前的测试里发现WILE的跨平台性能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它也能跑满M1系列处理器的GPU功耗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们的GPU性能表现和功耗表现 从绝对性能上来看 M2的GPU显然比起M1有了明显的优势 这个优势比起CPU的提升来说可以说是相当大了 3DMark的测试成绩也超过了发布会上给出的35%的提升幅度 你也可以看到GPU的频率从1.3GHz提升到了1.4GHz 加上规格和架构的提升共同造就了这样的成绩 不过性能的提升也自然是有代价的 功耗上M2的GPU比起M1提升了3W 达到了恐怖的13W 高了30% 真的很恐怖啊 横向对比来看 M2的GPU比起6800U上的12CU的RDNA2有65%的优势 比起1260P的差异核显更是有着84%的优势 你说这么大的领先幅度要是能多几个游戏能玩 该有多好啊 可惜这是Mac玩不了游戏 跑完了SPEC 2017相信你对它的单核性能已经非常了解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M2在实际应用软件中的性能表现 也来看看被动散热的MacBook Air和主动散热的MacBook Pro性能上有什么样的差别 首先是Cinebench R23 全核分数上M2比M1提升了12%左右 但是四大四小的核心规格 你显然是打不过像八大核的6800U 或者像四大八小的1260P这种CPU 而单核则仅仅提升了5% 这好像不太对啊 我们监测发现R23运行的时候 单核只会锐频到3.3 而非实际上最高的3.5G 所以说这个单核成绩实际上是偏低的 也确实不符合我们SPEC测试书的结果 所以仅供参考 而在考验散热能力的10分钟持续性能测试当中 三台MacBook Pro都做出了全程不降频的成绩 而M2的MacBook Air跑到测试的末尾就只剩下12W的功耗了 成绩也就相应的下降到了8000分左右 大概下降了10%的性能 Windows阵营这边搭载6800U的零要差降频程度不是很严重 因为模具的解热能力基本上和13寸的MacBook Pro是一致的 都是25W 6800U不错的能效比也让它的最终成绩趋于稳定 而且凭借这更大的CPU规模成绩也确实十分出色 至于搭载i7-1260P的XPS13 Plus 我就真的不能理解了 一台主动散热甚至有两个风扇的4加8核CPU的笔记本 为什么最后连压根没做散热的MacBook Air都打不过 我只能说这个表现真是烂到家了 而且提醒一下 这台XPS13 Plus是我们这次参测的笔记本里最贵的 在这之后我还跑了一下3DMark Wild Life Extreme的持续性能测试 3代MacBook Pro毫不意外又是全程满血 而MacBook Air M2降频之后的性能 还能维持在接近M1满血的性能下 功耗又低过M1不少 我觉得这个表现还不错 接下来是Blender渲染性能测试 第一个测试场景我们选择了BMW场景 这个测试场景是用纯CPU的渲染方式去渲染一辆宝马EAM 渲染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可以去看一下在散热压力还没有非常大的时候这几台机子的表现 在这个场景里面M2表现出了应有的性能提升 这个表现甚至已经接近绝对规格更大的1260P和6800U了 但是离更高一个级别的M1 Pro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即便我们用的M1 Pro其实只是最低端的6加2核心 满血的8加2核心版本差距会更大 下一个测试场景是测试流程明显更长的Classroom 这是渲染一整个教室的场景 这里面机器散热的表现就会很大程度影响最终的成绩 M2的MacBook Pro在这个测试里和Cinebench的情况差不多 比起规格更大的M1 Pro和6800U都有一定的差距 而M2的MacBook Air因为散热的原因 在这里面成绩甚至是不如M1的MacBook Pro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长时间极高负载的应用需求 还是应该去选择主动散热的机型 当然这里也有例外 参测机型里最贵也是V2双风扇机型之一的1260P的XPS13 Plus 在长时间的Classroom测试里 甚至还不如压根没有散热的M2 Air 我真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骂谁了 Blender和Cinebench R23不同 现在除了纯CPU渲染它也支持GPU加速 在开启GPU加速的情况下 再次跑宝马场景 可以看到M2相较于M1在这一项里提升幅度是相当大的 这是因为M2的GPU性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而M1 Pro凭借着14核GPU还是有明显更强的水准 6800U现在也终于支持了Blender的加速 但我不得不说 RDNA2除了打游戏 干其他的事情还真的是差点火候 至于英特尔这边 不好意思 X1核显这些软件啥都不支持 接下来可能是B站UP主认证生产力测试 也就是Adobe的PR和AE测试 如果你有这两个软件的需求 我建议你至少买16GB内存以上的电脑 先来看看总分 PR里 M2即使是MacBook Air相较于M1的MacBook Pro也有着相当大的提升 虽然比起大个M1 Pro还是差的远 但是比起Windows阵营的这两位拳手 这已经算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了 即使是Air没有风扇 在PR里也会有严重的降频问题 但依然在所有子项里都领先于M1的MacBook Pro 不管是回放还是导出都有着相当大的优势 但在大哥M1 Pro面前 这种优势就荡然无存了 尤其是最影响实际使用体验的回放性能上 M1 Pro的MacBook Pro 14顶先优势非常大 所以如果你是个视频工作者 基本上我就只推荐你选M1 Pro的MacBook Pro 14 即便是重量会牺牲很多 但是性能实在是红够半的差距 AE里M2的Air提升幅度也不小 基本上在各个子项上都有进步 这要很大程度归功于M2提升比较大的GPU 在AE完全适配了M系列芯片以后 AE这一项也彻底甩开了Windows阵营的竞争对手 不过M2在AE中的性能虽然强了这么多 但是这种纵活你要是干得多 我觉得还是不如直接去买M1 Pro的机子来得更有意义 毕竟即便是最低配的M1 Pro也真的是Pro很多 接下来7GB压缩和解压性能的测试里面 因为XPS13 Plus降频之后的成绩实在过于感人 它并不能够去反映1260P的实际性能 所以在这个测试当中我们就取了峰值成绩 在这个测试里面M2的提升幅度不小 达到了15%到18% 但受限于规格 距离8大核的6800U还是有着一定差距的 最后我们再来跑一下Media Encoder的视频转码行动测试 我们把一个索尼官方的4K H264视频 分别转成1080P的264和265视频 再看看有GPU和媒体引擎加速的情况下 极为选手的表现 在这项测试里面M7的处理器凭着最大的核显 以及优秀的边界码器有着大幅的领先优势 M2比起M1的提升在这里也非常显著 几乎接近50% 当然它和大哥M1 Pro的差距还是不小 至于Windows阵营的两名选手 我觉得还是抬走吧 跑完了性能测试 我们还跑了一下M2的烤机测试 来看看M2在极限负载的调度情况 这个部分我们只对比有风扇的M1和M2的MacBook Pro Limpac里面Problem Size我们设置到300的情况下 是对处理器压榨最狠的情况 好了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 M2和M1跑出了相同的25瓦 难道说它们极限相同吗 这个事情没这么简单 你注意看 M2这时候的大核频率并没有跑在全核标准的3.2GHz下 而是跑到了3.0GHz 难道M2设定了功耗墙吗 接下来我们在跑Limpac的同时又打开了3DMark 结果M2跑到了32瓦 而且CPU和GPU都有所降频 而这个时候M1则是跑到了整个SoC25W的程度 而散热M1这台机子显然是有余量的 应该是有功耗墙的限制 反而M2是顶着模具的散热能力上限在跑的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 M2单独的CPU部分做了25W的上限 但是整颗SoC功耗应该是没有限制的 基本上就是根据你的散热能力来决定最终的频率 看到这里相信M2的性能表现你应该已经心里有数了 我简单总结一下 M2的CPU变强了 但强的不多 主要还是小修小补 在日常应用下的能耗比比起已经高的离谱的M1更上了一层楼 极限负载下的性能也有了一些提升 说明苹果造PC处理器和电源管理上的功夫又成熟了一点 GPU方面延续了来自A15的进化幅度 绝对性能相比M1有着巨大的提升 你可以放心地期待一下M2 Pro、M2 Max这种大哥的表现了 只可惜Mac上还是没什么游戏可以玩 也许Metal 3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个局面吧 但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也许到这时候你都能买到M3、M4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GPU升级更大的意义可能还是在那些影视工作的领域里 总的来说CPU是稳定提升 GPU算是可圈可点 但它还是一次常规升级 而非革命 聊完了M2这颗芯片 我想再来聊一下这台新款的MacBook Air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MacBook Air接下来几年的样子了 Air这个产品线其实从08年诞生到今天14年的时间里 模具的大改还只是第四次 当年乔布斯从牛皮纸袋子里拿出来的第一代MacBook Air 可谓震撼全场 13.3寸的尺寸 最厚处18毫米 开盒处4毫米的厚度 和当年其他的笔记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没有光区 没有网口 这台机器看起来和那个年代的其他笔记本哪里都不一样 这台机器给业界带来的震动 不亚于iPhone给智能手机行业带来的震动 直接推动了超级本这个概念的诞生 有意思的是 第一代MacBook Air的价格其实和当年MacBook Pro的起价是一样的 而有趣的是那个时候MacBook Pro的思路 也跟21年推出的这代MacBook Pro一样 又厚又强 接下来2010年 第二代MacBook Air发布了 这个可能是大多数人见到最多的苹果笔记本 就是长这样的笔记本厚厚的边框 至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不少的文科同学用的就是他 这代成为接机其实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超长的生产周期 这代Air的模具在2010年推出的时候相当的惊艳 尤其是楔形加上直角切边的造型 几乎成为了一个符号 成为了人们对MacBook Air的第一印象 第二个原因也其实要拜第一点所赐 这代机型的后期 苹果推出了一款12英寸的无风扇MacBook 停产了老款的塑料壳MacBook 比Air还轻薄的它用上了视网磨屏 这下连颇老矣的MacBook Air 一下子就从MacBook里的高端产品 变成了入门级产品 自此 人们对MacBook Air的印象就逐渐从超轻超薄 变成了TN屏加来自2010年的粗边框 好在2018年的苹果终于更新了MacBook Air M1的Air使用了正式那款模具 这台机器真的很像是斜切了一刀的E6款MacBook Pro 它和现行的MacBook Pro 13的最大差别也就在这个斜形的侧面设计上了 但是从定位上说还是比Pro低了半仅 终于上个月新的MacBook Air发布了 从价格来看 这台机器很明显定位有所提升 价格来到了和MacBook Pro 13接近的程度 其实这个定位基本上就回到了08年初的初代产品定位上 新MacBook Air这个模具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台被压扁了的新MacBook Pro 这也是第一次MacBook Air没有了斜行机身 所以大家看着这台机器感受到了一丝陌生感 单从Air这台机子本身来说 它其实标志着 苹果终于完成了新一代MacBook设计语言上的统一 让这台全新的M2处理器的老款 带着TouchBar的MacBook Pro在这里面显得格格不入 但是当你打开屏幕之后你会发现 它的边框还是比Pro 14粗了一点 非常像是苹果在iPad Air上做的事情 也许是为了让Pro用户开心一点也许吧 但是现在不是2008年了 市面上的笔记本外观设计非常的卷 虽然XPS 13 Plus性能糟糕 续航也很糟糕 但是不得不说 从设计上来讲绝对是个极先锋 就这个屏幕的极窄边框 就让Air的刘海屏看起来太不舒服了 而且Air现在的重量是1.24kg 云飞那台ThinkPad的X1nano只有900多克 你要知道这个重量已经比那台X1nano重出一台iPad mini了 你要知道2008年的时候 一台ThinkPad的12寸笔记本的重量是能顶两台这个初代的MacBook Air的 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机子还能再Air一点才对嘛 对不对 不过MagSafe的回归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优点 尤其是对这种接口十分有限的MacBook Air来说更是如此 打开后盖 这台机器的内部结构让我一下子想起了iPad Air 哇这真的是太像了 这个内部和以往的任何笔记本看起来都不一样 当时我把图片发给猪王 他还以为我给他发的是拆掉了主板和电池的C壳的图 这样的设计带来的就是几乎没有散热能力 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个散热设计比起省成本可能更像是有意为之 苹果可能对M2这颗芯片的电源管理能力太充满信心了 它这一整块屏蔽罩就已经是散热片了 而更关键的是这机器的底壳在CPU区域专门挖空了一块 防止与底壳接触 也就是说散热片和底壳中间是一层空气 那留这么一层空气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你往下看就知道了 但毕竟我们是极客弯嘛 这个怎么干新呢 然后我拆开它在底壳和散热片中间贴了一块利民导热贴 哇好家伙 这持续性能的确是上来了 并且如果这时候你再贴上半导体散热器 它甚至能全程跑满 这说明只要加上这个导热贴 这个散热片的导热能力就足够应付M2了 然而如果你不贴这个半导体散热 那这个改造会变得非常蠢 首先下盖贴了导热贴的位置会被疯狂加热到52度 这个温度如果你放在腿上已经是可以造成低温烫伤的程度了 但如果你不干这种蠢事跑20分钟的3DMark之后底盖也就只有40度 而且这还没完 如果你跑的时间足够长 这台机器最终还是会降频到跟之前近似的程度 也就是说你这么折腾了半天改造了半天 你只是减缓了降频的速度 但并不会不降频 这是因为散热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环 永远是你得把热量吹走 你就算拿底盖当散热片 可是没风扇你吹个锤子 所以说最终我的结论是这个蠢事我干了就行了 你要真买了这个机子就不要干这种蠢事了 可能搞不好弄坏了还不说 搞好了也有可能会收获一枚煎蛋 最后还没了保修我觉得是得不偿失 顺便一提 如果你不这样改造 我也不建议你用冰封散热器 因为中间那层空气 搞不好会让你贴冰封散热器的位置弄出来一些冷凝水 接下来你和你的电脑可能就会出现在维修司的视频里了 新的MacBook Air这样的内部结构还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设备 iPad iPadOS 16 今年引入了台前调度功能 但这个功能目前只有M1处理器的iPad支持 联想显示器之后 iPad确实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后台功能 加上终于成为了正式版的通用控制功能 现在的iPad 你终于可以在一块大屏幕上用窗口打开软件了 并且这些软件是可以同时在后台运行的 而不是手机上那个所谓的后台运行 而且这个界面 你不觉得实在太像MacOS了吗? 这个让iPad和Mac之间的界限变得真的模糊了起来 就像这台新的MacBook Air的机内设计一样模糊 因为有了这样的软件和硬件基础 我在想 下一代搭载M2的iPad Pro会不会有一些形态上的不同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iPad之前作为一个内容消费属性的设备 如今却一步一步向着内容生产的方向走过去 这种改变很有可能会体现在产品形态上 当然我们希望苹果能整出点好活 不要再让我们失望了 整个测试其实做下来 M2给我的印象是超出预期的 因为我在M2上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苹果的电源管理策略又有了新的进步 M2在低功耗下的能耗比和高负载下的极限性能都有一定程度的进化 这个让我更加期待起了未来台式机Mac Pro的表现 但即便如此 M2的这两台机子还是存在一个不大不小的硬伤 就是多屏支持 其实我不明白这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人为限制 为什么明明有两个雷电接口这么多的带宽 你却只能接一个外接显示器呢? 那我们拿两台显示器来演示一下 一台我用的是苹果自家的Studio Display 走的是雷电协议 一台是Sony的Inzone M9 走USB Type-C 现在单独接了Studio Display 亮了 然后我现在去单独接这个Inzone M9 现在单独接了Inzone M9 也亮了 然后我在接着其中的一个显示器的时候 如果我再插上第二根Type-C的线 会怎么样呢? 第二根就亮不了了 那如果你想让第二个亮起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第一个再拔掉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节目的最后我想再去聊一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打算买MacBook 那现在到底是该选哪一款MacBook呢? 其实除了MacBook Pro 13和新的Air以外 我们这次测试的M1 Pro处理器的MacBook Pro 14 在第三方平台上的价格和同配置的M2处理器的Air差不了很多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开始纠结这两部机器 但在我看来这两部机器都是有着明确的试用对象的 MacBook Air是一台牺牲了性能和散热来换取轻薄、安静和便携的机型 从纸面参数来看 它和M1 Pro的新MacBook Pro相比没有任何的优势 但对于希望轻装出行的商务用户来说 Air这种机型才是他们需要的 毕竟你重量比起Pro14都轻出一台iPad了 续航还要更长 而多数的那些性能对它们来说本身也没什么意义 但如果你买Mac的需求很明确地指向重负载 比如说你就是要移动剪视频 或者你要移动场景下做其他性能相关的工作 或者说你有多显示器的需求 这种需求下面 MacBook Pro 14才是你该选择的机器 多出来的重量对于这些应用场景下我认为是值得牺牲的 何况它还有更多的接口 这个就是所谓Pro的意义所在 但如果你就需要一台轻薄取向的Mac 但又不想花太多钱 我觉得M1处理器的MacBook Air 可能才是现阶段最值得选的那台 那可能除了外观上星巴克指数没有M2的Air高以外 你也不会损失太多体验上的东西 至于M2的13寸Pro 我觉得可能更适合那种有怀旧情怀的人去选择吧 反正这肯定是我最不推荐的这三台机器里面的一款 真的要性能的话反正M2肯定也不够你用嘛 所以放心吧 M1 Pro比M2还是强多了 好了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期节目的工作量相当巨大 不管是新的续航测试还是SPAC 2017的测试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才成功带给大家 为此我们也错过了首发的时间 只为了能把这个视频尽量做的全面一些 你的三连会让我们觉得这份付出是值得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 点赞键来个素质三连 如果你喜欢我身上这件M2的衣服的话 你可以去我们的淘宝店极客观的店去看一下 我们这件衣服有黑白两款都已经上架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各位拜拜